这里是FM78.8 大家帮大家 我是主播小何 何笑然她是一个坚强不服输 有自己追求和梦想的人 她像小太阳一样 给身边的人帮助 给他们温暖 她经历了友情和爱情的打击 在乌龙告白之后 就对自己比较不自信 然后选择了逃避 我没考上部副电视台 是因为在考试的前一天 在毕业软会上 这么错吧 最高的事 我当时对了一个自我教学的事 退去了曾经搞起蓬勃 非常乐观的样子 变得随遇而安 如舌 想用这种方式来博取关心 只会证明你做的人不是吧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这种人别管他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 她的骨子里面还是一直很积极向上 然后对自己的梦想非常坚持的一个人 越是不堪的地方 越是记者的监管地带 只要让我看到您做了违反犯罪的事 我都不会手软 对何笑然来说 在跟朝上其一鸿逢的时候 心中奄奄一息的那个小火苗 重新燃起来了 共复了很多我们的婚姻 这当中也挺开心的 等至少现在和以后 我希望我们要好好地 包括家庭的温暖 和好朋友和解 去让她解开了心结 她更有信心去面对她的爱情 还有她的事业 如果因为怕被人留下把柄 就会是热的 那还怎么坚持新燃起来 我要是能考上每个人计时才 想够的事 变得越来越坚强 越来越强大 一半几个月 十个头条 平均热度超期 你这个年度新的领域 但这么贵 根据守核命来说 也许 你失去了一样东西之后 有一个新的事 我跟她 像曾经认识的朋友 我稍微 她来护我 她不要去追这个人 就是那种困难 因为你搞得之外 我不能说我在里面 最后一个问题 性格上也很像 都比较乐观 想法很积极 这句话本身就是 其实是对她的 别来别走 她就让她从这边来 再来一半 她给我发住 然后来一半 不然我看到门灯 我可就不会动了 就咱俩同时 往上握 然后 我想对她说 一切的挫折困难 都是为了让自己 变成更好的自己 所以就面对挫折 热爱一切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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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酒